如果一位北大的校长他都说他没有受过良好的中学教育 那么今天在全中国这种高校的老师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他到底有多少有识知识或者有学识的人呢 这个呢就是中国的大学 其实以北大为例 就是建政之前中共建政之前 北大确实是集中了教育界的精华 就当时当然他最兴旺的时期是在北洋时期 所以呢这个北大能不能兴旺实际上是取决于外部环境 并不取决于现在大家都说蔡元培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蔡元培要是没有北大没有当时这个北洋政府的这个不管 宽容就是很宽容 他不可能做出任何事情来 如果他1950年开始当校长的话 他什么也做不出来 那么所以说这是取决于一个外部环境 那当然后来就抗战开始了 那后来就是这个到西南联大 那就不算了 所以整个这个北大的这个过程就是在过去呢 应该说就是在知识分子当中 就是在教师这个层次当中 应该是集中了中国的最精华的 所以人们对北大最精华的 应该是一个是从思想上来说 最开放的是北洋政府时期 但是你要知道北洋政府时期 中国是全面的开放 就包括政治思想这个教育还有经济发展军事 其实各方面都是发展的最好的事情 是在中国近代史上面最好的那段时间 但后来就日本人侵略了嘛 然后就中共打对战嘛 这些事情了 所以建政以后呢实际上中共是这个要改造知识分子 从这点来看的话呢 其实早在57年之前 当然57年之前重点是在反革命分子啊 还有其他的那些上面 但从57年开始就实际上是系统的 对知识分子进行摧残了 所以我记得北大有一个校友 后来到了美国好像是开餐馆 最后他写过一篇东西就讲他的北大 在他说文革之前就形成了一个人吃人 人整人的这个生物链 就是北大 特别是这种重点大学重点院校 特别是这种综合性的文科的偏文科的 他是中共重点思想改造的对象 因此呢就是在这上面用的力量最大 这时候呢中国就是保留下来的所谓精英知识分子 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一直被整的 因此可以说严格的说 就北大所谓精神的话 你只能120年当中只能找到就是当时 这个北洋时期的十年 是有这个所谓大家认可的北大精神 见证以后是肯定没有的 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是在不断的消灭 北大的自由精神 是不断的在消灭这种 就是他的传统 所以并不存在说120年有一个什么北大精神在 其实没有的 所以今天在各个高校的这些老教师教授 或者说是更是领导的人物 他们到底是算是这样的一个教师 还是说像您刚才说的是一个 是一个政府的一个职员 或者 从他们的个人经历来看的话 他是这样的 就是当他们在某专业方面有了一定的成绩以后 就被转移到了官僚机构里面 所以呢 他看上去是这个读过书的人 在某一方面有专长的 但是呢 其实呢 你看哈 就是名校 世界上名校的校长 其实他并不是在某一个 特别特别的尖端的那个科学方面 有重大贡献的人 而是说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全才的 全才的人 而且威望很高 威望很高 但是呢在中国呢选这个校长呢 他往往是什么呢 是这个在专业上有所成就以后 就变成了一个官僚 就变成了官僚的一部分 然后只有在成为官僚以后 他才可能在往上爬 所以他在意识形态上 在他的这个做法上 他自认为的也是官僚系统的一部分 而不是中国这个文化人的一部分 从这点来看的话 所有的大学 其实你要说严格的说 他们都不是属于 这个国际上认可的那种教育机构 而更多的 至少从他的管理层来说的话 他是一个官僚机构 官僚机构的一部分